请选择你的路 一条是小猴子 一条是碎石刀 一条是骷髅射手 选哪个呢 表姐让我来让我来 猴子和骷髅都是什么不可控 当然选择可控的碎石刀啊 你确定碎石刀能控 看我表演就行了 呃你的表演结束的有点快吼 还是得看我的 按照看人套路 一般胸口的一边 往往就是正确的路 GoGoGo 哎呀哎呀 怎么连猴子也揍我呀 调进你的套路不行 还是看我的违快不晃 呃这 你这么近期跳 但冲刺速度不够啦 远远开始助力 策马崩腾 妈呀 烫烫烫 虽然狗蛋 但也算是过来了 复活点保存成功 注意一下 那我也来 哇 真刺激 下一关 请你选择你的厄运buff 进行跑酷 厄运buff 我才不要选 皮鸡臭 哎呀我怎么起跳不了 真以为坐车是吃素的呀 乖乖做选择对吧 这里每只臭肥龙都长一模一样 毫无破绽 只能摸一只了 就离我最近的吧 哒哒 减速 喂 这手 表面你有病啊 你直接揍他下去 我还是正确的呢 那我不就卡关了 哦不好意思 习惯向动作 这减速buff太狠了 就一个距离 根本跳不动 那你还傻子乱跳 还是看我的选择吧 就你和矮 看着就我 啊 就你了 嘟嘟嘟 这种分辨的事 还得外人来做 我靠冰啊 好家伙 这厄运buff有点狠啊 直接成冰山了 也不对 那我顺势 把这后面的点了吧 哎呀 怎么又是毒啊 直接完蛋了 四只肥龙两只毒 怪不得平时编写老师臭轰轰的 哎 化身小恶魔 这对跑步没上一项 可以走了 我真棒 选对了 不要紧你在后面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就能顺利通关 啥 需要跑吗 不是能够直接跑岩浆的吗 对了 恶魔在地狱 不怕火的 浪费我一分精力 下一个 倒着过去 密密麻麻的转棒 最难度直接是生了五个难次 问题不大 但主人经常偶受背后长眼 只要他一来亏弹上个情况 开小差的我立马警觉起来 所以这点转棒即使倒着 我也能很快把握时间 很急疯就过来了 相比之下 一看我就是好好学习的 一直被撞棒搞得偷晕目眩 从最右的一边来到最左的一边 菜的菜马 诸多借口 哎呀 怎么这中间还有坑的呀 表妹你为什么不提醒我 你自己不长眼睛怪我 哼 你好歹过去了嘛 经历了几次失败 现在的我已经能够心里莫属 转办到达的瓷江 停一停再过来 停一停再过去 等你大半天了菜了 那你咋不继续通关哦 这能过吗 清光水上飘 在毒液上 在岩礁上 根本飘不起来 肯定是你太胖了呢 看我的 哎哟 一般二十斤 消一百三十斤 哎呀 旁边的传说方块不就能挑吗 我刚还以为以为难呢 说不定也是虚的 哎 还真行哎 二十年前 那个师傅预言的没错 我下面还没真会清光 清光个锤子啊 下面有空气墙 走吧 下一关 闭眼跳过去 前面不是看个清清楚楚吗 怎么闭眼啊 哦有了 碰碰冰箍 那我先过去 先从物约上 我去 这下真的啥子都砍不到了 一下子又掉痕了 还好烟雾散去 这次我得好好的管魔路 都是两格的距离 按着节奏跳 那闭着眼睛跳都不成问题啦 这怎么没拍子蒙过来 高时云真好 最后一关 终极攀岩 我得乖乖 满满的地刺哎 还没上去三层 这表妹直接死翘翘 看来硬上是不行的 老规矩 表妹 看看附近有没有箱子 怎么都是空的呀 哎表姐 我发现这里有漫堂了 哦哦 原来路在后面 那事情就好办啦 漫堂死死往上爬 哎呀 吓 吓死了 差点完蛋呢 得稳着点来 妈呀 又来 哦 跟玩跳楼机一样刺激 臭表姐 你陷害到我 还会老掉虚况 我也不想啊 哎呀 真是一波三折 哦耶 总于上来了 表妹 你人呢 来了来了 我去 直接从银块冒出来 你还真会卡方块哦 呼耶 任务坑人跑酷 挑战成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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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